先查出时数 再算出结束天数 就是这个的结果 必须要除以三 一个礼拜三个小时 减掉第一周 再乘上七 然后就可以算出结束日期 然后你可以分阶段来完成 所以以后反正在困难的工作 这复杂的事情 其实你只要抽丝剥减 把它按步骤来做 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困难 你先做第一步 再做第二步 再做第三步 最后就可以完成了 其实很多事情 大概像我的习惯就这样 反正我就先按照步骤 分别完成 所以简化之后 事情也就先简单了 其他当然可以结合VBA 结束日期一下就可以 把它写出来 不过这一题的话 后面我再补充一个 所谓的下 用下拉清单 或者是说 最好是你可以 将来呢 最好是可以自动化 比如说我今天 输入什么 输入开课的级别 比如2020的7月 7月2号要开班 开什么班呢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随便找一个有编号的 假设是S01好了 S01 我哪一天开课呢 2020的7月 7月2号 当然你输入的时候 你就按照这样输入 它Enter它格式会自己帮你改 因为它里面有格式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我在背后其实已经写好一个VBA 什么VBA呢 自动带出什么 后面的资料 这个后面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了 可是你会发现我这边Enter会怎么样 自动带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 后面这个自动带出来 是我自己 我把它写出来的 写出来你会发现 它背后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为什么它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写这个东西出来 OK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以后 而且这边我没有按按钮 为什么它没有按按钮 它可以自己帮我跑出结果来呢 以后如果你有这种需求 工作里面 如果以后 Enter开课这个的日期 自动跑出结束日期的话 或者你做什么什么 它自动就跳出一个结果出来的话 那怎么做 OK 这边的话呢 城市的撰写呢 可能跟之前我们用按钮 又有点不太一样 OK 因为之前的驱动 驱动它的都是按按钮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驱动的是什么 驱动的是当什么 当这个工作表 开课期别 的哪一栏呢 的C栏 这一栏哦 如果它这里面的资料有变动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日期 那它就自动帮我带出 其实也不是算带出 我其实只是丢一个公式 当我输入哪一个 输入这个日期之后 它自动帮我把这个预设好的公式 有没有 直接就丢到这边来 其实就丢公式而已吧 OK 背后其实没有很复杂 可是呢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OK 才是重点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所以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还蛮好用的 而且很多人想想想想多知道一些啦 所以我就顺便补充一下 一不按按钮 而是当什么呢 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叫开课区别 这C栏里面资料有变动的话 那我就做丢公式的动作 所以特别重要 一 请你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话呢 程式写在哪里呢 之前我们是写在一个模组里面 然后 不过特别重要 因为我现在不是按按钮哦 如果呢 我现在不是按按钮的话 请特别注意哦 我应该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你可以要找一下 因为我这边开了三个 三个也是有档 我们是这个 计算那个什么年龄 那个查语时数是哪里啊 这个 那这个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不是要你插入那个模组 而是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是当这个工作表 所以请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只要有个工作表 它这个后面就会有三个 对应的什么呢 工作表物件 那哪一个才是呢 应该是什么 开课期别 就是这一个 所以你要找一下 我找这一个 这个把它点两下 OK 当这个工作 这个点两下之后的话 当这个工作表 它里面的资料 只要有change的时候 它就做 我们后面的事情 那特别注意 做哪些事 我先把这个删掉 OK 先点两下 好 那特别注意哦 点两下之后的话 不好意思说 层次写在这个工作表事件里面 OK 然后呢 点一般 当这个 worksheat 这个工作表怎么样 它被 这边就像一个试验驱动 当这个工作表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预设好像是selection change selection是选举区变动 可是我们其实不是选举区变动 我们是只要是变动 哪个变动呢 就是只要是c 这个这一栏 c栏变动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 丢公司这个动作 所以特别是说 把这个旁边的selection change 改成change好了 有没有 change 不是selection change 所以它底下这两行 可以把它删掉 就是什么 当这个工作表 它里面有变动的话 那我就是去做丢公司的动作 OK 那底下的话呢 可是change我怎么知道 哪个储存格 或者是哪一栏变动 特别是它底下会 刮物里面会有个by value 用资料的形式 告诉你丢一个target 所谓的什么物件 参数物件告诉你 所以你要用这个判断就可以了 如果if 那我怎么知道第三栏变动呢 假设那个target 这个物件里面点什么呢 它里面的那个列 列物件 我跟你讲应该栏 因为我主要是c栏只要变动 我才会处理 其他栏呢 我都一律不处理 如果是它的column 这个c栏 那等于等于 特别之后不是等于c 这边可能要等于3 因为column这个属性里面呢 只能放数字 then 然后我才去做什么事情呢 底下enter两下打个end if 意思是说当它是第三栏变动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了 我就把刚刚的公式丢过来到这边来 那怎么丢呢 实际上我刚刚打那个程式 其实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底下这里 就这一段 这个地方 打一模一样 if target点column等于3的话 那我就在哪一个 等于是同一列的低栏 这边写法有点比较特殊一点点 所以我就在什么 从一列 这边之后 我丢到哪边呢 丢到它改变的这一列 哪一列呢 比如说我现在假设输入到这一列 这一列的话呢 是第六列 同一列的C栏 假设 变动的话 那我就丢到这里 所以这边需要 sales 哪一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说 变动的那一列是 那我怎么知道变动的那一列是哪一列呢 你可以 target 有没有 刚刚target点column 是取得它变动的那一栏 那如果你要知道变动的那一列的话 变动的那一列 点落 它变动那一列 逗点 那我的 低栏 意思说我要把公式丢到低栏 等于什么 等于两个双以后 那两个双以后意思说 我先 我先把它保持空白 那我怎么丢过来 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拿一个 这边的公式 直接把它复制 取消一下 跟之前做法很类似 把它贴到这里面来 但问题来了 贴过来的地方 特别是 这边的话当然了 C5 B5 有没有 这个5的数字你不能意思都是这个数字 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 那变成说 我们将来做的结果就不对 比如我现在这样 假如我这边 比如说我这两个 假如这个 这个先 这两个先沿用一下 有没有 S02 有 有 OK 那底下这边的话就输入 2020 我这边射中段 射个中段 斜线 07 03 Enter的话 那因为我现在Enter的动作 是在这个刚好是第三栏 所以理论上我Enter过 他会抓到是第三栏 那哪一列第六列 Enter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丢个公司过来 OK 有没有 看好像我 我射个中段点 这边射个中段点 停下来 这边停一下 我再跑一次给各位看 这边先让他过一下 OK 那假如说我在输入2020斜线7月的3号Enter 因为我现在输入是在他的第三栏 所以特别注意 Target 变动的那个栏是不是在第三栏 等于3 是 所以他这两个条件为True 是第三栏 所以他进到这里面来了 有点像这个闸门 你是第三栏 你可以进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第几列呢 有没有 变动的是在第六列 所以你可以透过Target 点落 知道他在第六列 第六列的哪一栏 D栏 所以特别注意 我要丢公式到哪一个 丢公式到第六列的D栏 就是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那把这个公式的丢过来 但问题你会发现 我如果把它丢过来 因为我这个 6 那个应该是6 可是我现在是5 如果我现在丢5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个结果不对啊 怎么是5 应该是6啊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啊 应该是怎么样 把这个跟这一个改成什么 其实很简单嘛 其实很简单嘛 可以把Target点落 直接丢到这边来 跟这边来 OK 就可以了 因为 5这个数字哦 它以后一定会变 变6 变7 变8 但我怎么知道 那个数字从何而来 有没有 其实就可以从Target点落而来 OK 我应该可以懂那道理啊 只是说要怎么样把Target点落放过来 其实到底跟那个放I很像 还记得吗 对 一样嘛 如果你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你背口诀嘛 对 做法哦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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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5 先选起来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然后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Target点落 把它复制 贴到这里来 然后把and 前后再空格 那不也一样 OK 有没有 做法其实只是本来是放I 那现在只是放Target点落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以后啊 如果你要放个变数在一个字串中间的话 做法都一样 这个B5一样嘛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然后把什么Target点落这个 把它移到他们的中间来 然后把and前后呢 空个空白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也就是这样而已哦 只是说呢 这种写法跟之前我们教的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 不是写在模组 有没有 写在哪里呢 写在你将来要变动的那个工作表 就这个 开课期别的对应物件 当他怎么样 被change的时候 判断说第几栏 第三栏 是不是第三栏 所以以后写法都一样啊 如果是第三栏的话 OK 以后如果不是第三栏你别栏的话 你改个数字就好了 那做什么呢 把公式丢到他同一列的D栏 里面去就好了 以后呢 你要做一样的事 马上就改一下就好了 这个可以给各位当犯本 主要是你们要懂的那个原因 就是说那个来龙去脉 然后呢 你至少了解你会改 至少啦 也就 至少做得出类似东西来 所以我们改完哦 那我们来试一下 OK 再来的话 这边的话 刚刚 20 或者是这边 再打一个 2020的 7月4号 OK 他没卡 我直接打S01好了 这随便 然后呢 2020的7月4号 那我enter OK 他一定是抓到 第三 蓝变动了 OK 那丢到储存格里面 就是后面这一串 你会发现他给点Raw 现在是7 所以他丢了公式里面 那个公式里面 就会自动变成7了 所以你会发现他给点Raw 有没有 直接就帮我丢到这个公式里面 得到的结果呢 那就会是正确的 就你不用不需要 像每一次就要再打一次公司 每一次都要再打一次公司 他会浪费时间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不过呢 这边 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是同学问的 如果删除开课日期 那我们现在是没有写这个功能 你抵律着调 他会 他怎么样 他顶多就是 就是这个删掉 那这个还在 那理论上这个删掉 那后面应该自动删掉 所以我又写了一个什么呢 如果删掉的话 那就跟着删掉 这个Ctrl C 把它贴过来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现在怎么样了 假设我今天这个删掉 它后面也跟着删掉 它后面也跟着删掉 OK 应该可以懂 懂意思吧 其实没有写太多 只是写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在这边呢 多写一个 如果那个 你现在的target 目前那个储存格里面的value 等于空的 没东西的话 那它同一列的D栏呢 那也是空的 OK 就这样而已 其他 它后面还有拿那个 就是储存格的格式 我有再把它加储存格格式上去 让它 可是好像不加也没关系 它好像只会自动加 二零二零的七月一号 Enter 诶 它好像自己加 所以等于是 它里面已经 那当然如果它没有加的话 你再加这两行就可以 其实这两行是可加可不加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自己加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又 多讲了一个所谓的事件驱动 OK 自动 当那个西栏如果改变 自动帮我把D栏的东西丢过来 那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西栏变动了 我后面好几栏的 很简单 你就再写一行 再写一行 看几栏就丢 丢几行就可以了 丢几个公式 那这样Enter 你会发现 自己好多栏 都会自己 把资料带过来 OK 现在还蛮有成就感的 自动 输入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OK 所以这个延伸性还蛮大的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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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